大S晒出账户明细 表示两套房都是自己贷款购置 爱心绝罗汪挑好 我买单 心疼生思历劫卖酸辣粉的贝尔坑 随后又晒出汪小飞亲笔借条 是隔至今只还了500万元 嫁入豪门真是稳赔 难怪软饭卖的价轻就熟 看到大S的发生之后 汪小飞也马上回应 表示对方是在睁眼说瞎话 大S列出的那些账单 的确是从他的账户出去的 但是钱都是汪小飞出的 当初汪小飞因为在台湾没有账户 所以就将钱打到了大S的账户上 而且当时酒店装修和买房子 同时进行 汇款也很慢 自己才找大S拿钱 那个时候大S让自己写了借条 后来没有换是因为 价值四个亿的房子都留给了大S 在晒出与大S离婚协议 发文称先看看咱俩这离婚协议 每个月给你的 当时你说好好照顾孩子 让我把信用卡留下 结果每月上百万的买东西 我还奇怪呢 你也不出门买那么多服饰干嘛的 我说你都结婚了 为什么还这样呢 你说因为你现在这个老公 很节省过着平淡的生活 当时因为买房子要放你名下 才因为这个房开的这个账户 我恢复一下和你妈当年的微信通话 找一下那个汇款路径 如今再次反转 不知道大S又准备如何反击呢